那台湾能不能如期参加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WHA呢 那仍然是个未知数 领导人蔡英文是再度在推特发声争取 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三度透过个人推特喊话 希望台湾能继续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 并分享了由卫生福利部和社外部门 共同举办的全球健康安全宣导影片 表达台湾加入国际组织运作的必要性 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三号表示 就算没收到邀请函一定会率团前往 是越来越紧迫了 但我们也持续在准备中 也跟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希望他们把我们做最后的准备 召开国际记者会这个电影 这个我们会才行吗 基本上这是方向之一 眼看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WHA即将登场 网络报名在这个月8号就要截止 时间越来越紧迫 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表示 与社外部门仍持续联系主办单位 争取WHA的邀请函 对此社外部门也表示 秉持不容乐观 绝不悲观的态度 会继续争取全力以赴 凤凰卫视 丽雅慧宏志文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